沈阳的八卦街非常巧妙地将八卦理念融入建筑群 而以八卦为核心的哲学影响深远 不仅诞生了千古奇书《易经》 更催生了中国的军事思想 伦理思想 以及庞大的哲学流派 八卦街的建筑风格究竟是为什么融入了儒道文化呢 从空中府看沈阳 在和平区那些错落复杂的老街巷之中 八卦街显得格格不入 令人迷惑 那么究竟是由什么人设计建造了它 在这里又曾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我手中的这本书记载了很多有关于八卦街的奇闻意识 而我也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 而今正值南市场新建一百周年 就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走进八卦街的历史吧 杨老师您好 欢迎好 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今天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八卦街的情况 好 谢谢 谢谢 杨永信 李明 康钱 国家二级作家 在整理创作《圣经奇景八卦街》的过程中 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 走访了很多八卦街的老人 在他多年的初书生涯中 这本书对他而言有着别样的意味 这个是我爷爷 我奶奶 现在都过去了 他们在五零年开始就在八卦街 就在八卦街的南口 第一个八卦街中心广场也就是五六十里 那个房子 所以说我有一半时间 我是个八卦街长大的 我总去看爷爷看他 所以对八卦街啊 对后来的聊天一宫医生剧院啊 最开始就都没大信念 都特别有印象 时光背后的故事并未戛然而止 曾经与长辈们生活在老街的记忆 使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清净了心血 努力搜索在历史烟尘中的柔软气息 走进南市场 繁华之中的繁华 便是八卦街了 中心区呢 就是现在的八卦街 就在地边 其实这条 现在这些街 都是八卦形成的那些小的街路 它是往外延伸的 对往外延伸的 它是无限延伸的 那么八卦街的创意 究竟从何而来 又是什么人 要以这种神秘的东方哲学思想 建造这个地方 百年八卦街的历史背后 又有什么 他让人飞 我又得知茉莉群 这是他这个信仰 杨永信所说的这个警务处处长 叫王永江 辽宁荆州人 民国初年 在奉天当过小利 他头脑敏捷 才华横溢 游对艺学和金融学 甚是精通 在袁金凯的行动当中 王永江是官外第一人 就是除了在官 他是第一个 王永江齐最开始就读周易 从小学得很杂 学什么呢 医学 数学 天文 地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了 逼到这个张宁又叫金凯 说你给我出主意 就像说没有别的招 就把王永江再请回来 大伙都知道了 那你说王永江当时 被你张作霖那么挣走了 挣走了以后 你现在 你现在去求他 一般的人是不安排这个药的 但那张作霖就是张作霖 为啥呢 他能吃能吐 这就是他的那种萧雄的那种本质 民间有句话 叫王永江进帅府 高人一等 重新请回王永江 张作霖为了表示诚意 亲自在大帅府营后 当夜便与王永江进行了长谈 这次长谈 使张作霖决定 以政府名义 低价征用废弃土地 然后面向全国进行高价租卖 招商新建商部地 与外国的附属地抗衡 对整个奉天财政 进行了大胆变革和整顿 这边有扶属地 那边有商务地 商务地那边的各个国 也都是开着赌公司在建 我们也要建我们自己的市场 如果不建我们市场 找我们被人急死 西瓦坑 是烧窑用的 挖窑土那个大坑 这个地方叫西瓦坑 现在拔换这个位置叫西瓦坑 整个南市场 60多亩地在这个地 然后买下来以后 跟这建大市场 王永江精通周易 坚持用八卦的形状来建设 在于一元赴始 万象更新 战争带来的残败局面 使奉天老百姓饱受困苦 王永江肩负重任 意图改变奉天的气象 而事实是否如他所愿呢